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南部可以到20-25度 甚至周日天气会更好 可以到20-27度 中南部这几天都可以到28-30度 或是超过30度 非常的舒适 这是很难得的 可能是11月最温暖的两天 所以敬请你要好好珍惜 可以多外出运动 晒晒太阳 或是晒洗衣物棉被 把冬装或是厚重棉被准备好 那要注意的是下周的天气变化 北方强冷高压南下 高压的前缘的封面 在周日春夜 或是周一的会接近台湾 北部将会显著的转 有雨的天气 这波封面走得很快 后面的冷高压 或干冷的空气随之暴到 下周一深夜到周二 也都是最低温的时候 预计北部的低温 在空旺地区会跌 会跌到12-14度 有机会接近到冷气团的水准 这个跟周日相比 温差变化很大 要留意身体健康 那之后到周四周五会回温 但是幅度很有限 北部朋友 请把握这个周末好天气 中南部变化不弱 北部那么明显 但是这波冷高压南下 也会显著的降温油感 尤其是周二到周三 务必要开始准备该有的东西的换装 那这波冷空气呢 最强的时间点就在下周二 接下来冷高压 东移台湾附近冷空气 威力会减弱 但是要留意周三周四 辐射冷却的低温 周四周五会显著的回暖一些 但是跟近期相比 显著的凉了一些 暂时回不到这个周末的温度了 那维持几天会到十二月 所以未来一周一到两周呢 大概就会有一波强冷高压会南下 我们进入冬季的典型的天气形态 已经有显著的特征了 所以建议您可以做好入冬的准备 那这波冷空气南下呢 冷高压南下呢 和十一月初那波冷高压的形态很类似 要留意的是清晨辐射冷却 可能会创下空旺地区 十度以下的低温 这样的环境突然改变了 对很多的动植物都是环境压力 对年长者呢 或是小朋友也都是环境负荷 建议您的多注意身体 身边这种亲友的健康 提早做出准备 做出必要的调整安排 以上气象油 天地风险 捧情们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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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